大家好,今天分享一个肉碎滑蛋豆腐的做法 首先准备大约100克的肉碎 加入一茶匙的盐,少许的胡椒粉 一勺酱油 搅拌均匀,然后放在一旁腌制15分钟 接下来准备两个蛋豆腐 把它对半切开 把它取出来 再把它切成小块 接下来准备一个碗,打入一颗鸡蛋 加入两勺玉米淀粉 再加入少许的清水,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把切好的蛋豆腐放入面糊里 把蛋豆腐都裹上一层面糊 然后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准备四斑大蒜切成蒜末 一根去纸的红辣椒把它切成小块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小碗,打入一颗鸡蛋 然后把它搅散备用 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热之后一个一个的放入蛋豆腐 用中火炸 把蛋豆腐炸至金黄色 金黄色后把它取出来,沥干油分 锅中留下少许的油,放入蒜末爆香 爆香之后放入肉碎 翻炒均匀 把肉碎炒至完全的变色 然后再放入红辣椒 继续翻炒爆香 接下来倒入大约150毫升的清水 把它搅拌均匀开大火煮开 加入一勺蚝油 把它搅拌均匀 然后再加入水淀粉勾芡 把酱汁熬至浓稠 接下来慢慢的加入鸡蛋液 边加入边搅拌 慢慢的形成蛋花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炸好的蛋豆腐 快速的把它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肉碎滑蛋豆腐就做好啦 这样做的肉碎滑蛋豆腐 口感滑顺,香嫩可口 非常的下饭 做法材料都很简单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